檢安鄉明義期間7號凌晨2點多 發生一起嚴重車禍 一名陳姓男子走在路上 卻被行進車輛撞飛 還造成頭部重創命危 造勢駕駛居然就直接逃離現場 因為撞到人很害怕 他還躲在家中18個小時之後 才出來投案 相關造勢經過有待警方調查 一名男子躺在地上移動也不動 被救護人員送上單架緊急送醫 地上還流著一大片血跡 會這麼嚴重 原來是被行進的車輛 一面撞上 當風玻璃全破裂 車頂板筋更是直接撞出凹痕 這起車禍就發生在7號凌晨2點左右 一名陳姓男子行走在吉安鄉明義期間 卻突然被行進車輛撞飛 瞬間發出的巨大聲響 也嚇得民眾趕緊報案 但警方在抵達現場後 卻沒有發現造勢駕駛 只剩下被撞的陳姓男子 不只左腳骨折 而且頭部還有受到重創 緊急送醫後還在家戶病房沒脫離險境 警察一名年約40歲的陳姓男子 一步警經該吐石 遭不明車輛撞擊後倒退 造成男子頭部及身體受傷送醫救急 對方駕駛造勢逃逸 經本分局調閱相關入口監視器 目前已鎖定一部涉案的自小客車 監視畫面中一輛轎急速通過 這也成了造勢逃逸的鐵證 經過18個小時後 劉姓男駕駛才自南投罰網 在家人陪同下執行投案 並共稱是因為視線不佳 雨下很大 撞到人後很害怕 才跑回家躲起來 但這樣的說法 也讓對方家屬不能諒解 而詳細的造勢經過 則還有帶警方調查釐清 全案一公共危險罪移送偵辦 記者 徐立芹 吉安祥報導